修佛 特别是大臣 决定不能有疑惑 疑惑一定要把它解开 佛的经教 最重要的一个目的 就是帮我们断一身心 可是经教 要修佛 绝不是听个一遍两遍 就行了 以前我在做学生的时候 跟李老师学经教 老师就给我说苦 讲到什么呢 讲到 读书千变 奇异之间 真正要学习 那就是不断的重复 重复次数越多越好 老师告诉我 你在哪里看经过 学一遍就开悟了 有没有 没有啊 一遍开不了我 不但是学习 不但是学 讲经 这个经我已经讲过一遍了 你开悟了吗 没开悟 古人开悟 绝大多数 绝大多数 就是一步经 讲一遍遍 讲两遍遍 讲三遍遍 到最后开悟了 为什么 他心用在一步上 用久了 心就定 定 会开悟啊 所以叫戒定会三续 应戒得定 应定开悟 开智慧 戒 一门深入 常识寻修 这一条就是戒 所以学一步经 你一生去讲这一步经 肯定开悟 为什么 你专心嘛 古人有一声讲 两步都别 无量说 这个阿弥陀佛经 他不讲别的 他就讲这一步 什么地方 请他讲经 就讲这一步 讲到最后 大车大悟 那大车大悟 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 是 射报专业图 他不是同学图 不是方便 犹豫图 这个秘诀 这个秘诀 李老师告诉我的 势力太多了 你的心分散 砸了 必须知道 不同的根性 去扣问 他就不同的反应 执着空的 佛跟他讲有 执着有的 佛给他讲空 破他执着而已 你问佛福没说法 你说佛话 你说的矛盾 怎么一会说 有一会说空 到底是空还是有啊 佛说我都没有说 你不会听 你要会听的话 要听 这以前也是李老师常说的 要听佛 学外之音 那话里头有话 你要会听 你死在俱下 你就错了 你不会听 读经不可以死在文字之中 不能死在句下 听经不能死在言朔之中 马明菩萨教我们 立言朔下 立名字下 立心元下 那真的叫会听 读经的会读啊 用妄想分别执着的读经 你所读的那些意思 全是你自己的意思 不是佛的意思 佛没意思 全是你自己的 如果你自己 真能够立一切相 那意思就出来了 什么意思 无量意 不同根性的人 来的时候 对你用这个意 对他用那个意 全是正确的 都是从自信流露出来 不是从阿赖耶诗流出来 阿赖耶诗流出来 是假的 那是从真如本性流出来的 这个要知道 阿赖耶语